你好,我欢迎大家来参加《全球危机》真相知识会议 我叫Elena Potletkova,是空间物理学博士,研究太阳、气候和天体物理学 目前,我在达沃斯天文台从事一些与这些领域有关的太空任务 今天的气候变化真的很不寻常 作为一名科学家,这让我思考 我开始询问我的同事,我开始总结我的研究 真的,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 让我们从太阳活动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太阳活动有一个11年的周期 然后有一个100年的周期,一个200年的周期,误差几年 一个400年的周期,等等 即将到来的时期是我们在太阳、物理学中所称的太阳活动 根据我们目前的估计,它很可能会持续到2045年 在太阳活动极小期,特别是像现在这样的长时间极小期 从2012年开始 我们暴露在太阳和宇宙射线中 宇宙射线能量更大 也更危险 地球上许多测量宇宙射线的观测站 正如预期的那样,记录了越来越多的宇宙射线 高电荷粒子 宇宙射线对人体健康有害 我们,科学家,通常不关注这一点 我们有点意识到,但不把它写下来 这可能会对心脏、肺和人的寿命产生影响 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来到地球的宇宙射线对生物圈是不利的 我们正在研究它们对土壤、湿地和水的影响 不幸的是,科学家们在这些研究中并不一致 因为每个人都在研究自己的领域 我认为,科学家们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接近弄清楚了 我们很快就会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相干辐射在影响气候 我们对环境和空间置之甚少 我们正在用越来越新的波长和分辨率扫描外层空间 这项技术发展得非常快 香干麦泽源、激光辐射可能在我们星系的许多地方 但星系中心可能有一个强的香干辐射源 这是由日本的望远镜和智力的望远镜阵列发现的 这是一个完全确定的新事实 例如,在莫斯科国立大学 地质学家已经确定了宇宙物体 银河系中心、引力和其他相互作用对地质过程的影响 朋友们,情况很严重 人死亡 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不能否认 我们做了很多研究 霍金则多为奇 不幸的是,在过去 许多科学头脑都被导向军事发展 朋友们,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 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如何至少利用我们现有的信息 我们知道气候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它在六千到一万二千年前就已经发生了 现在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 我们如何在全球性灾难中生存 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因为明年可能就太晚了 让我们致力于拯救人类 我之前不想这么说 但现在分析了所有事实之后 未来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 我们只有时间采取行动 只有时间好好对待彼此 只有时间完全开放 只有时间充分传播信息 只有时间让许多跨学科领域的人参与进来 你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 朋友们 你知道 我们都是天才 我不是在说我自己 我是在说我们所有人 你看到我们人类做了多少事 理解了多少事了吗 让我们用这个 让我们告诉彼此 我们能做什么 我相信我们会成功 我文字幕开心 我文字幕开心 我们次在说我们放心 感谢观看